爱家人,从关爱自己开始,请与您的医生咨询有关接受乙肝检查的讯息。 美国亚裔当中,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人感染乙肝。 而大部分的人 会是我吗?我身边没有人有乙肝啊。 而大部分的人 是我吗?我没什么症状啊。 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症状。 如果不接受治疗,将近四分之一的人会发展出严重的肝脏问题,甚至是肝癌。 我接受了检查,我知道我没有受到感染。 接受检查是唯一的方式,来知道您是否有乙肝。 今天就咨询您的医生,这可能会救您一命。 City of Hope 这里知名的科学家与医生合作,快速把新疗法从实验室带到病人身上。 这里是医学创举发源地,这里唤醒免疫系统供给癌细胞,研发治疗癌症的智慧药物,引领生物科技革命。 我们创新疗法,帮助痊愈,真心关怀,承诺真正的希望。 City of Hope 是届首屈抑制的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 本节目由City of Hope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6万的中国人移民到美国。 每年的新移民都需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买保险以及如何找到适合的家庭医生。 那今天丁磊丁医生将会给我们讲讲家庭医生该怎么找。 我们下面来连线一下丁医生。 丁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的家庭医生呢? 家庭医生在美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概念。 可能从台湾大陆来的很多新移民,他们不知道这概念。 每次你们以前去医生,那边都是看不同的医生,医院里各种医生。 家庭医生是顾名思义看你全家人。 所以选择上第一个,这个地理方便就比较重要了。 他可能看你家老人,看公公婆婆,也看小朋友,也看这个要生孩子的产妇, 那就一起看。 所以呢,这个方便,一个位置上方便,可以做一下一般的保险公司的一个search。 那第二个就是保险。 保险就是说最好他能收你的保险。 那你家人有几个保险,那是不是这个医生他都能够收你的保险? 如果说看了大人,不能看小孩,那可能就不起到这个目的了,对不对? 那第三个呢,要看他的这个service,就是他的服务项目。 如果这个医生诊所他是比较全套的,既能看你,也能给小孩子打预防针, 也能给那个女孩子做妇科检查,也能够抽血做心电图。 那这些就是一个全套的东西,可能最好在旁边有药房,有照相的地方, 那他就一站式服务了。 那再来呢,就是说你有各式医生的这个选择。 比如说你喜欢女医生啊,你喜欢年轻一点的,还年老一点的啊, 你喜欢在哪里,以前是在大陆做过医生的, 还是在美国,就是完全是美国的这个training的医生啊。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当然还有就是跟诊所的这个时间的配合, 营业时间啊,跟他员工的亲和力,那这些都非常重要。 好的,谢谢丁医生,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好,好好吸口气,重心弄到脚趾之间,肩膀超过手腕, 备腰平度地缩好,我们用修正式的腹地挺身, 体能不够强的话,弯气盖,脚放平, 然后胸腔,下巴着地,然后很轻柔地滑过两掌之间, 起来,cobra,眼镜蛇,肩膀不要怂, 体能好的话,腾空,手掌,脚面着地。 谢谢大家。